在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南下的專列火車上 基耀室姓劉的技術員對一位年輕漂亮的女人 神秘鬼鬼地說道 我聽到你今天跟毛主席的談話 那個女人驚訝地說道 你是什麼意思呀? 劉姓技術員笑著說 主席見張平化書記之前 在和室裡 你不是催他起身穿衣服嗎? 女人大驚失色 問道 你還聽到什麼呀? 劉姓技術員笑微微地說道 全部聽到了 那個女人文言辨識 快速地跑回車廂告訴毛澤東 因此 一場政治大風波就這樣開始了 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潮秘聞 我是美玲 與明代的東廠、西廠以及蘇聯的黑格撥相比 中共的特務機構更為徵戰 這是因為早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蝕聽器就開始被廣泛使用 至今 還仍然被各黨派內部不同的勢力所利用 剛才描述的小片段 是文革前夕 中共黨史的一個大謎團 即是毛澤東專列 蝕聽事件的引爆點 這樣說到這起蝕聽事件 還要追述到1961年2月的一日 當時毛澤東乘坐他的專列 去杭州、長沙、武漢和廣州等地視察 一位年輕漂亮的女人被毛澤東重行 隨車陪時 這個女人究竟是誰呢? 目前無從查證 有人說是一個女幼師 也有人說是毛澤東身邊 專門負責衝印照片的小胡 外界認為可能是攝影組的胡秀雲 而不是沒有八卦雜誌講的張玉鳳 因為張玉鳳是六二年才調到專列當服務員的 火車經過了長沙停下來 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來拜見 當時毛澤東還在和車還沒起來 毛出來與張談話之後 毛澤東的醫生李智衰和呂培氏 以及兩位機要人員來到站台散步聊天 這個時候就發生了開篇的那一幕 流星技術員說 女人和毛澤東的對話他全部都聽到了 這句話讓這個女人花容失色 毛的貼身如衣李智衰和另一位機要人員 也十分吃驚 等到張平發等人離開之後 女人就急忙地跑去告訴毛主席 禍車室有竊聽器 毛澤東撥然大怒 秘密錄音的事情就這樣鬧大了 一般人認為 毛並不在意他的私生活方面的事情被洩漏 因為在黨內高層 這些都已經不是什麼秘密 但是中共黨章是將分外戀等男女關係 定義為資產階級腐敗的行為 原本如果沒有錄音的話 毛澤東可以完全否認 亂搞男女關係的指責 因為毛有強大的支持者 可以替他洗清罪名 但是如果對手有錄音證據 一旦被曝光 強勁的話也沒有用 而且毛澤東也不希望自己的卑劣時跡 有確鑿的證據流傳下來 其實毛澤東是非常擔心 有人錄下他的講話 並以此作為要脅他的把柄 將他作為板倒他的依據 所以 涉聽事件曝光之後 毛澤東馬上下令 收繳並焚燒所有的錄音帶 可能有朋友想問 到底是誰有這麼大的膽 膽敢主導涉聽中共黨魁這樣的事呢? 坊間傳聞稱 毛澤東在發現鑽列車廂有涉聽器之後 馬上就指示汪東興報告中央書記處嚴厲查辦 在毛澤東結束視察翻讀北京之後 先開始對相關的人員發難 同年4月 中央辦公廳基耀室被點名批評 劉勝技術員被下放到陝西勞動改造 並決定吸機耀室的主任葉子龍 副主任康一文以嚴重的警告處分 吸機耀室的副主任吳鎮英以警告處分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的秘書 都被牽連入去 受到了處分 事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 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等一大批官員之後 也被整縮 5月17日中央書記處批准了關於錄音紀錄問題的決定 作出了關於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一律不准搞錄音等五行規定 最後是劉少奇召集有關的工作人員開會 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並做了處理 劉少奇將處理的情況寫了報告送去給毛澤東 毛澤東批示同意了才了結了這件事 隨著錄音事件的影響逐漸擴大 中共中央受決定任命田家英為中辦副主任以加強領導 6月24日下午3時半 楊尚昆召集了有關人員 其中包括中央書記處書記 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交代清除過去的錄音帶問題 之後他又與汪東興約談 商討取消各首長處的日記問題 彭真也參與了這次會議 至於安裝竊聽器的原因 楊尚昆說是為了提高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效率 因為毛澤東在各地視察的時候 經常發表即興的講話 這些講話往往與政府的現行政策相關 然而北京的中央書記處領導人 不知道那些講話的內容 導致無法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下達和執行指示 通過涉聽毛澤東的講話 他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澤東的意圖 提高工作效率 有分析指出 當時毛澤東不同意外出時帶出忌緣 因此楊尚昆等人 考慮使用涉聽器記錄毛澤東的講話 以避免被毛澤東用作擋箭牌 其他人真是想要獲取毛澤東的意圖和想法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 經常感覺跟不上毛澤東的思路 特別是當毛澤東外出的時候 他們更渴望了解毛澤東的新想法 通過涉聽毛的談話 可以更好地制定和執行政策 而這樣的做法 在毛澤東的眼裡就是最大的反動行為 從此之後 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的格核增加了 懷疑也更大 對楊尚昆和羅瑞卿也失去了信任 那些疑慮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都全部爆發了出來 有消息指出 其實涉聽設備早在毛澤東1959年1月 視察天津、南京、上海的時候已經安裝 最令毛澤東感到震驚的是 涉聽器已經安裝了這麼多年 身邊竟然沒有一個人向他通風報信 最終讓他知道這件事的是他的女朋友 因此毛澤東認為身邊的人都是不可靠的 只有女朋友對他說真話 值得注意的是 1961年的毛澤東正處於他的政治生涯中最艱難的時刻 大躍進引發的大饑荒正在蔓延 毛澤東的政治權威急速下降 儘管沒有認為那些涉聽事件是針對他的特務手段 但由於那些行為 已經被偽裝成中央書記處的合法行動 因此毛澤東也沒有辦法作出強力的反擊 毛澤東才下令把楊尚昆調到中央辦公廳 然而到了1965年 主席發現楊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 對此感到非常憤怒 劉少奇和鄧小平只好把楊尚昆調到廣東省委任書記處書記 之後文革期間楊尚昆受審 就是因為他在毛澤東身邊秘密地安放涉聽器 另外還有涉密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 涉聽器事件也是毛澤東落定決心板倒劉少奇 以及所有權力派系的契機 如果不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仇意 楊尚昆是不敢做出這樣無險的行動的 毛澤東意識到他正面臨著失去實際的權力 成為被內部控制的名義上的皇帝風險 他的一舉一動都在黨中央的掌控之下 在這種情況下 他只有兩個選擇 認輸 成為名義上的君主 或者是拼命地反抗 反倒劉少奇和他的支持者 以毛澤東的性格 他當然會選擇後者 專列錄音門事件 並不是一段簡單的徒息傳奇 而是揭示了華夏幾千年來災難的開端 有資料顯示 當時楊尚昆在毛的谷香書屋和室和洗手間都放了蝕聽器 而且是通過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吳鎮英 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康一文這兩個人來做的 在葉子龍調離機要室之後 機要室就由吳鎮英和康一文負責 事件敗路之後 康一文等人被問責 1964年夏天 在中南海丙流前院大家五憂頭量的地方 有一天中午時分 康一文大鬧 出了時就做縮頭烏龜 這麼大件事讓我來頂罪 明明是你們叫我做的 現在你們沒事就我有事 康一文是來自紅小鬼出身 口無遮難 聽說後來 楊尚昆與康一文談過一次話之後 康一文就再沒有提起過這件事 在《斥本與回憶錄》中 有這樣一段描述 後來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時 大家都詢問了關於蝕聽器的事件 江青當場就叫了汪東興去他那裡 拿來了一個很大的信封 上面是毛澤東親筆寫的字 江青流傳 信封裡面除了一個小錄音器 還有幾顆米粒狀的蝕聽器 很多人從未見過這麼小的蝕聽器 聽說還有一個藏有蝕聽器的蕃茄盒 很可能都是楊尚昆通過中央調查部 從海外進口來的 在一系列的蝕聽事件被查清之後 毛澤東就連中南海的沉公 局向書屋和室都不敢住了 產生了抵觸心理 雖然多次派人用專門的儀器來反覆檢查 也向江青做了詳細的回報 但是毛澤東1966年7月 從外地巡視回到北京之後 還是沒有去封宅院 而是先住在釣魚台 沒多久又住進了中南海的游泳池那邊 室內的游泳室有更衣室和休息大廳兩大配套設施 除此之外 並沒有可提供居住的地方 當時毛澤東堅持要住在俠小的更衣室當中 讓工作人員在那裡放一張床鋪 長椅 將更衣室佔得滿滿 從此之後 這個更衣室就成為了毛澤東的和室 而那間休息大廳就成為了回客廳 可想而知 毛澤東是多麼怕虧聽 狹小的地方對他來說更安全 更容易掌控 在1965年末到1966年初 毛澤東對可能發生政變 推翻自己的擔憂日益加深 一方面 克魯曉夫在1964年 被蘇共中央的宮廷政變趕下台的事件 對他造成了警示 另一方面 自從1962年7000人大會以來 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權力鬥爭 使得他對可能發生黨分裂和右派政變的問題 越來越焦慮 因此 毛澤東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應對這種情況 包括策劃發動文化大革命 並在北京部署了反政變措施 其中 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指示之下 建立了首都工作組 負責保衛首都的安全工作 為了防止消息洩漏 周恩來甚至選擇了最原始的方法 使用信使送信 不再使用可能被竊聽的電話或電報 即使在50多年之後 竊聽器依然是黨內不同派系爭奪權力中被使用的武器 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通過指示死黨王立軍 從以色列和德國購買最先進的舌廳設備 並重點收集了中共高層領導人的貪腐證據和材料 其中包括胡錦濤和習近平等重要人物 王立軍通過舌廳裝置秘密調查 並收集中央領導人的私生活和經濟犯罪證據 維州永康和薄熙來的政治野心提供了支持 根據報導 他們甚至設法涉聽政治局常委以及其家人的機密資訊 以監視他們的行蹤和秘密活動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權力鬥爭始終是中共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涉聽就成為了權謀和政治陰謀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點讚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